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视频呢 我就会分享我在日本的战利品开箱 那上个星期呢 我就和我妹妹去了一趟日本 我们去了大阪和京都 然后你知道两个女生去旅行嘛 而且是去日本 所以每天的行程 除了买还是买 但是其实这次呢 我已经有节制了 因为前几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真的是看到什么就疯狂的买 然后少了一堆要装的东西回来过后 发现其实很多根本就没什么用 有一些完全没有用过就放在那 有一些呢 是用了一两次过后 觉得其实也不怎么好用 然后就放在那 所以这一次呢 我就告诉自己 只买一些网上review真的很好很好 然后我本身也需要的产品 所以这次比起以前的话 其实是买少了 但是其实我放眼望过去 也不算太少 那我们就开始吧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继续看下去 那第一个要分享的就是这个 这个其实新加坡已经开始有的卖了 可是我还是习惯性的每次去都会带一盒回来 然后我试过它很多种味道 其实它有虚拟草啊 有很像有玫瑰还是柠檬之类的味道 可是试过那么多味道过后呢 我还是喜欢这个没有味道的 嗯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味道 如果你本身对味道比较敏感 我本身对味道是很敏感的 所以我放那个在我的眼睛的时候 当那个味道一阵阵的飘出来 我反而会觉得不舒服 我不会觉得很放松 我会觉得那个味道有一点让我困扰 所以呢 我还是喜欢这个没有味道的眼罩 那这里我还剩下一个虚拟草味道的 其实这个眼罩呢 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嗯 我不觉得它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啦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很舒服的东西 就是有时候你的眼睛真的觉得很累的时候 你就可以 它自己会发热的 我现在已经可以闻到那个虚拟草的味道 其实你这样子闻 其实是还蛮好闻 可是当你把它放在你的眼睛很久很久 然后不断的闻到这个味道的时候 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头痛 所以 看你啦 就这样 温温的就很舒服 你可以带一片上飞机 或者你可以放在你床旁边 当你觉得很累 你想要休息的时候 你就可以放这个 我是不觉得它有任何其他的作用啦 它就是舒缓 然后让我们精神放松 因为温温的 它会发热 所以这个是我一直会回购的产品 在这我反而不会特地去买 可是在日本的药妆店 我就会随手拿一两盒带回来 第二样要分享的就是 这个 这个也是我会一直回购的产品 那这个的话呢 其实它 你要注意的是它有两个size 这个是大的78个 这个这么大的size呢 里面会有78个 有另外一盒呢 是好像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128个 可是它的形状呢 就会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点 就范围没有这么大 价钱是一样的 我的话呢 我是比较喜欢大片一点 因为有时候腰痛啊 还是颈痛 贴上去就刚刚好 小的话呢 我觉得要贴几个 反而没有那么的方便 所以我都是会回购这个大的 然后每次都会拿一两盒 回来放在家里 有什么酸痛的时候就会贴贴贴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 腰痛啊 肩膀啊 脚啊 关节都可以贴 然后它里面呢 是这样的 里面就是这样大小的 药片 所以我觉得贴在颈啊 贴在药部啊 都很刚刚好 这个真的可以买 那接下来分享的 这个 Lychee味道的Eye Drop 那买这个要注意 它其实是有分 For Contact Lens 还是For Without Contact Lens 就是如果你戴着隐形眼镜 然后你要低的Eye Drop 就要买这个 如果你是没有戴眼镜的 你可以买那个普通的 就是你随时觉得眼睛干 你也可以低 然后我很喜欢它 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很好闻 然后它的造型也很可爱 就是这样小巧的 你可以随身携带 它的味道很好 虽然你滴在眼睛 可是其实你也是闻得到那个味道的 不懂怎么形容 总之就是 你可以感受到这个 Lychee的香味 所以这个是我每次都会回购的 一瓶这样小小瓶 我就可以用好久 我看大概可以用至少半年吧 就我会随身携带在包包 然后眼睛不舒服的 之后就会拿出来的 很喜欢很喜欢 这个强烈推荐 接下来也是 我这些都是我一直回购的产品 就是这个 我知道市面上也是有很多类似的 这个其实呢 就是可以一个 可以让我们清洁眼镜啊 手表啊 电话的一个 呃 有酒精的一个 Tissue 不过我通常都是用在眼镜啊 就是当我戴眼镜的时候 会整天很萌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 之前我买了 然后我用完了 可是我没有去日本 所以我就买了其他牌子 我可以在新加坡找到 结果那个味道 我真的是不可以 这个的味道 几乎是很轻微很轻微的酒精味 而且它抹得很干净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它就是抹得很干净 所以我每次去呢 都会买两三盒回来 这是一定要买的 如果有戴眼镜的朋友 不然的话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买来骂电话还是什么的 真的很好 那它里面呢 就是这个样子 小小片的 很方便携带 那接下来这个呢 也是一支回购的 麻油 很多人也会买它做手信啦 可是麻油的话呢 有分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麻油 一种是比较好的 高纯度的麻油 这个的话呢 它应该是比较 moiserizing 但是我看很多review 其实这个麻油就已经很够了 这个呢是大概 比较高纯度的麻油 的half price 然后它们的volume呢 这个是100g 这个是220g 所以 这个是很贵 你的皮肤真的很干燥 你才需要用到高纯度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可以一直回购 那接下来这里有点儿童不已啦 那接下来这里有点儿童不已啦 这一个 0.01的 陶陶 可是它真的是 很出名 很多人都在那儿少货 所以如果 你有需要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买这个 好 跳过跳过 然后我还买了 这个 Mask 超立体 这是 不是买给我自己的啦 是买给别人的 因为很好用 这个是一个50片套装 我很喜欢很喜欢用这个Mask 因为我每次用了这个Mask 我就觉得我的脸很舒服 然后 有brightening到 而且它很便宜 它真的是一个 你可以把它放在冰鼠 然后你想敷就敷 每天 敷都没有负担 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而且 我觉得它很好用 所以这次我就好不犹豫的买了一个50片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买哦 那这次我还买了这两个我没有撕过的Mask 来刷一下 我妹妹不断的和我说这个是什么范冰冰强力推荐的面膜 希望敷了过后我可以像范冰冰一样 而且我最近还长痘痘耶 我还买了这个 那我是看到网上介绍说很好 所以我就买来试试看 它就是这样的刷子 然后你就每天睡觉前你清洁完了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你就可以涂这个在你的眼睫毛上 上下睫毛都可以涂 用了一段时间会有效果 你会发现你的睫毛更浓密 然后你的睫毛更长 然后这次我也买了这两个Musey出的 Whitening的东西 我是不懂怎么用啦 它里面有三片 好像是要来磨牙齿的 我也不晓得 可能我用的时候可以IG story给大家看 那里面的话呢 它真的就是三片这样的东西 而且是软软的 我本来以为是硬的 因为要磨嘛 磨牙齿感觉要用一些很硬的东西 等我用了再让大家知道 可以follow我的IG哦 我会在上面分享 这是一定要回购的 我很喜欢 不然这个好像很多地方都有人卖 可是我每次都会拿一盒回来啦 我每次贴在我的小腿 第二天我就完全觉得不累了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它是冰冰凉凉的感觉 这个真的可以买 然后 这个是很多人强力推荐的 麻油面膜 这一个呢里面有38片 麻油听说是很滋润的 所以这个麻油面膜 很期待它的效果 如果有用过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 到底好不好用哦 然后我买了这一个 这一个是 for我们的arm beat的 它是可以made白的 因为我是觉得我的不够白啦 这个是 擦了上去 然后是会peel off的 我已经试用过一次 我觉得好像真的有白 可是那个白好像并没有维持很多天 我打算继续用用看 看可不可以用的次数多了 然后那个白就可以保持 这一个是我买给我的老公的 因为它的背后很多痘痘的印 这个呢是专供背后痘痘的印的 或者折耳 所以我就买给它试试看 它是一个白色的 jow cream 的texture的东西 我会寻佬的帮它擦擦看 看有没有效 这一次我有买这两个 好像看起来很酷的mask 有时候在地铁或者在公共场所 如果我每次客售的话 其实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啦 所以我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它有很多很多颜色 然后它这个口罩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质感的 它里面就有三个 然后它是一块布的感觉 你带这个的话 你有涂口红也不用怕 因为它完全完全是立体到你完全不会沾到你的口红 那就是很透气的感觉 我现在在很大声的说话 可是我也感觉不到它有触碰到我的嘴唇 而且好像听说这个是可以 传宝就是可以洗了再用 我买了两个颜色 我买了黑色和这个蓝色 那它有很多很酷的颜色 有菌绿色啊 很多很多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我买了这个 记忆力糖果 因为我的老公记忆力好像越来越差了 我买这个给他试试看 看会不会增长它的记忆力 那我还买了一些小东西 这个有一点小贵 可是 我看到不能不买 就买了这两个 如果你是CraftHolic的Fans的话 一定要买 因为这个是Kyoto Edition Only in Kyoto 这个有一个猫Fuji的感觉 超级可爱的 超级可爱的 很可爱 我还是忍不住把它买了 回来 今天的分享应该就到这里了 好累 我没有买很多 可是我买很多小东西 所以 希望你们喜欢这一次的分享 然后我会做一个Part 2 Part 2 是我在日本买回来的Snacks 还有一些日本币买的手信 所以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 记得点赞 然后点阅我的频道 那下一次我有up 新影片的时候 你们就会收到通知咯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